49岁的方星海将带动全世界瞩目看到中国这一次自由贸易区的改变 而在这个相关的自由贸易区改变里头我们来看一下 对香港来说香港已经非常紧张 最近有一个报道就是上海自贸区将来很可能会动摇香港的房价 因为它很可能推出来的一些零关税政策都是跟香港重叠的 那么预料呢2014年香港的房价会重挫30%到40% 全世界非常多的投资公司都看快香港的市场 包括李嘉诚啊 那他们基本上包括富比市美林证券Barkley等等 基本上都是认为整个香港的房市将来呢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崛起 再加上非常多的一些重大的香港过去所拥有的北京中央给予的特惠政策 都可能移到上海去 到底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解读 包括上海和香港的关系 以及这次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里头过去改革开放中的定位 那以及在很多人所讨论的一些相关议题里头如何的看待 我们特别专访了非常少接受电视专访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朱云翰 我们访问他的时候呢他刚好在我们的采访团队去了三中全会 我们大概在11号到12号闭幕之后就密集的采访很多核心参与政策的一些关心的相关的一些顾问 一些学者一些重要的官员还有一些退休的官员等等 那么接着我们离开之后 朱云翰也被邀请去参加非常重要的一场论坛 参加完这场论坛之后 还在蒋经国学术基金会担任执行长 也在执行长的办公室里头接受了我的专访 谈到了几点他对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跟基本看法 我先这么来定位这份文件他的重要性 我认为就是说他应该可以跟这个1993年邓小平南学 他的一个一个就是说分水岭这样一个 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分水岭的一个 对未来的整个改革的基本的思路跟方向相及并论 但是这两相隔20年有一个重大的差异 就是在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 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改革的过程里面 当时严格说起来改革是没有蓝图的 所以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三中全会形成这份决定文件 杨洒洒两万次 十六大面相六十个决定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完整的体系在那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呢 他要提出一套就是说 未来20年的一套正道模式一套思路 那这套思路的话 当然我们晓得它主轴是放在它的城镇化 而城镇化就必须要处理农村土地的问题 那么你这个村子里面就可以集体方式 把这个土地入市 取得跟其他的一般的都市 原来都市里面用地同样的权利跟同样的收益 但这个会破坏它整体的就是整个农业规划 因为中文大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稳定的前提 也就是说它一定要养活它自己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维持18亿亩的耕地 就是说维持农用 因为其实展办说 中国大陆只要缺粮5%或10% 全世界粮食的工序就大乱了 所以也就是说 它不可能完全让市场来决定农村土地 它的这个使用用途的这个改变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 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粮食安全 所以它这两只要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 那我想这个思路是在 要加速它的这个所谓城镇化的发展 让农民很心安情愿离开农村 到城市里面当永久居民 但要解决粮食的这个就是说 有效供给的问题 那要解决就是说 不要在这个土地变更过程里面 产生严重的贫富的问题 它的文件里面是直接点名了上海自贸区 虽然我知道现在沿海每一个城市 都想搞自贸区 但的确只有上海在文件里面被突出的 我在里面需要的一些 所谓对外资的开放的一些 一些开放度 跟很多其他在境内不允许的一些 其他形式一些 这个跨境的这个经营活动 包括人民币的这个自由对话 对不对 那我在这个有限的这个 就是说自贸区里面来做一个实验 就是它也不排除将来可能要参与 更高门开 看放度更高的 自由度更高的 其他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也觉得就是说 它迟早也认为说 它人民币要国际化 那你最终还是要处理资本账 自由兑换的问题 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金融 已经达到一定的这个成熟度的这个 这样一个大的这个中心 是最有资格来做这样一个 做一个试点 这个也是它未来 一个更大的一个全球经济战略里面的 一个一部重要的棋子 我说上海自贸区 也就是说它现在可能要创造一个 就是我们把 我把称为叫全球经济的增量在平衡 也就是说你还最终还是要带动 全球经济的增长 你看它最近它领导人在周边国家 然后到这个中东欧区 密集的访问 它每一个过程里面 它都是什么 就增加对外投资 那么而且这些投资会带动 也会带动当地的就业 那么也会带动双边贸易 它就是要做拉抬 就是说全世界的经济 回到一个比较中高速的增长 它把这把火点起来 这把火点起来对它也有直接的好处 就透过投资 那么把它过剩的一些产能 包括它的设备 那么重新部署到周边的 工资更低的国家 而且就地利用当地资源 那也把部分它国内的污染问题 也得到某种程度的这个减缓 对不对 然后把自己呢 就是说逐渐能够呈出来的 那种人力跟资本 转向更高阶的工业产业发展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认为它也会为欧美 包括日本 做一些提供新的机会 因为这些国家的这些 坦白说在这个领域 不管我说智慧型城市 或者是网路 或者是在绿色这个产业方面 等等 是相对来讲比较成熟跟先进 所以他们也可以透过 不管是合资或是技术输出 也可以分到一杯 跟应该这样讲 那我认为上海 它又会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就是说它在这个 我说全球的增量在平衡的过程里面 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创造很多新的一种 我们说战略合作 或者是一种新的一种融资平台的一种可能性 让就是说欧美的这个企业能够有效去参与下一波的 中国大陆它的成型建设 透过上海 感谢观看